以哈冲突持续 乙军继续对加沙南部和中部进行轰炸 加沙卫生部门3号表示 过去一天 乙军的行动造成至少45人死亡 以色列方面思考称 现在仍被扣押的在加沙的人质中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死亡 新一轮以哈冲突已持续了接近8个月 乙军继续攻击加沙地带 中部布赖劫难民营被乙军炸弹击中 发生猛烈爆炸 冒出滚滚淋烟 附近民众慌忙走壁 有民众受伤 众人合力将他报起救出 乙军当天对加沙中部的空袭 据报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包括一家三口 以及8名警察 乙军称 过去几天 多支部队在加沙南部拉法展开有针对性的行动 乙军在一处建筑 打死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并发现了炮弹 火箭弹等武器弹药 以及情报材料 乙军战机还打击了一处哈马斯武器制造场所 人质方面 乙军日前证实 再有四名被哈马斯掳去的以色列人质死亡 他们的年龄 几乎51岁至84岁 其中一人拥有以色列和英国双重国籍 四人在去年10月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时被掳走 数月前 乙军对汉用尼斯采取军事行动时一遇害 他们的遗体仍被哈马斯扣押 而以色列政府4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则显示 目前仍有约120名人质被哈马斯扣押 其中43人已经死亡 意味着剩余人质中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死亡 联合国卫星中心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根据分析 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 加沙有超过3.6万栋建筑被毁 共计超过13.7万栋建筑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约展加沙建筑总数的55%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提出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方案 七国集团发声明表示完全支持 认为这一提议将使得加沙立即停火 所有人质被释放 同时确保以色列和加沙平民的安全利益 呼吁哈马斯接受 联合国20多名专家3号就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所有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 认为这是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地区 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联合声明指出 目前有超过140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 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效仿这个做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每次正式要与绫达斯坦国